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有一说二,小二的成分门,我又来了,订阅小二,娱乐资讯一网大尽 沉淀了将近半年的肖战,回归的势头虽然低调,但却也十分强劲 肖战本人就如同他唱的竹石那样,千魔万机,还坚进 任耳东西南北风,绿竹有节,不畏狂风咒语,坚韧不拔如故 继王牌部队杀青后,肖战进组参演了大型献礼剧《大决战》 肖战在《大决战》剧组中的表现非常好,深得游小刚、高兮兮等导演的赏识 这次,肖战获得抖音年度热榜之星,也是安排的游小刚导演颁奖 并且在颁奖现场,游小刚导演还和肖战合影留念 不过粉丝现在最关心的莫过于肖战的作品何时播出的问题了 近日,有业内人士透露,肖战的代播剧之一《斗罗大陆》即将于2月4日接档 紧急公关,登陆央巴黄金党播出,据称这部剧的出品方已经开了非公开的媒体发布会 作为平台自制的电视剧,空降2月4日是完全有可能的 早间就有消息透露称,斗罗大陆会接档流经岁月播出,结果却是黄孝明的紧急公关接档 央视对于上新的要求很高,一般央视选剧都是比较偏向历史类的 现在《斗罗大陆》这种体材也即将上新,可以看得出央视的突破创新 并且很看好这部作品《斗罗大陆》有超强的IP加持 知名作家唐家三少直笔,制作团队与主创资历都很过瘾 《斗罗大陆》开拍前就已经有游戏动漫的版本 动漫播放量已超过250一次播放 而编剧方面则是知名编剧《王隽》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王隽》 《庆余年》和《大宋少年制》都是它的代表作品 这些作品都获得了较高的评分 再加上顶级流量肖战的加持 《斗罗大陆》的《神仙班底》注定了这部剧是一部高人气高关注度的剧集 距离这次爆料的播出时间也没几天了 小二无比期待《斗罗大陆》真的能够空降 不过大家还是要以发布会官宣的消息为准 等待是一个很名人的词 无论是否会空降未来的某一天都会如期而至 等待也会因此变得美好而又充实 好了好了,本期爆料就到这里了 订阅关注小二,时刻掌握娱乐圈最新动态 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啦